百篇新德写作 第七十一篇反省篇 或是何等荣幸与感恩 后学时常反省自己 在修道过程 有不忠于点传师否 有不忠于前人否 是否有做错是否 有讲错话否 对前辈有不敬否 跟道清在一起批评前辈多否 或者赞叹前辈多否 对后学有不爱否 这都是后学修道内省功夫 后学此生此世 有这么荣幸 带全家三代同修 五代亲口 在这么殊胜道场修解脱道 何等光荣有福报 这都是前辈一路来付出心力 财力 时间栽培 才有后学及全家在这道场修道 后学从刚求道 一路来荡人才学习 担任点传师 付前人之职 是前辈用多少爱与苦心栽培 同修一路来护持 后学三年半前 受命付前人之职 后学非常惶恐与感恩 后学何德 何能呢 在天恩师的加倍之下 前人 点传师一路走来没把后学放弃 后学才能学习成长 加上祖德 个人小小的根基 才有今天的后学存在 后学从担任父前人之职 当天开始 一直成黄成孔 谨慎自己 讲话或做事不敢大意 甚至前人有命不敢为 无命不敢自专 听命办事 听话行事 办事不敢拖拉 尽快而准确把前人交代的事办好 甚至怕做错事 讲错话 最怕是破坏到场团结和谐体大 后学一直谨慎行事 不要给人感觉说做点传师一种心态 当上父前人心态又另一种心态 生怕不小心做错 而被批评 至今后学领命点传师31年 以及领命父前人三年半 还是跟各位点传师互动很谨慎 不敢大意 后学一直想 一天为师 终身未复的观念 如何报答前人 前辈栽培之恩 只有把道办好 把事做好 听命办事 这是后学谨慎反省的内心化 修行的真谛 反省不保留 自己不委屈 委屈就是自己的业孽 尽量不要把小小挫折 讲给一些道倾听 道处求同情 后学知道这是道场致命伤 后学尽量学会反省自己 才有力量改进 讲错话 做错事 要真实忏悔 不要再说我会讲这些话 或做这些事 是他人怎么样 我才怎么样 这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这些都是理由 不须心受教 这是永远学不会改进的 孔夫子说 人不敬我 是我无才 我不敬人 是我无德 人不容我 是我无能 我不容人 是我无量 人不助我 是我无畏 我不助人 是我无善 我们比喻说打篮球 前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还有下半场 最后的努力 调整策略 冲刺改进 缺点改进 希望打赢全场比赛胜利 后学借这篇心得 后学的感言 跟各位点传师 各位干部 人才共勉之 我们共同努力改进 跟各位大德共勉之 心意宝岛开荒 民国三十五年冬 由圣老前人慈悲策划 派和老前人领队 携同孙振阳 王春茂 马仲林 马点传师 张长江 张天才 等人员出林司的 人地申疏 言语隔阂 被常艰辛 由一位日军的军夫张玉堂 引进台南打同街 西街及台南人爱街 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 始于6月15日 在台南市成立纯阳潭 此为心意开到台湾之史 37年秋和老前人同马仲林 王震夺有广州会和王文生在其旧父处成立家庭式佛堂 并有若干人求道 和老前人律马众林回天津寝诸诗 不幸是值大考 天津所有前人及心意诸前人 一夜间全部落网 台湾方面自和老前人离开后 37年12月又有哈氏孙震阳前人 律李凤英、李凤兰二位抵台 和老前人在天津时 于围及万分钟躲于吴家中 使有苏家屯于邦汉坛主 来天津夜做新铁生意 和老前人及吴敬 并与前人藏身二月于外面丰盛日景 满街捉拿到图大字报 一夜竖金 和前人所请示 是又联络不上 差点落入大考中 幸有当时扫大门前嫌暗示 在惊涛骇浪中于38年正月初五日 同离天津南下 沿途所闻所见 到处天道都遭大考 顶级殉道者时无法统计以 民国38年8月携天才格景涛来台 9月携同马仲林 王振夺前往广州开荒 佛堂福利 战事逼近 广州吃井 不得已放弃广州 绿马 往返回香港 找其之前在牡丹江之后 学王文生 赞助其旧富家 设立佛堂半道 此为新意开香港之使 抵港后出居于王室家庭佛堂 并伙同王振夺 王文生在他处令密独立新址 稍后便于铜锣湾扎店房 正式成立昭德坛 是年夏天应到物所需 向湖南衡阳城店选前人处 商界天才 于是王冒生 天才若是之身来港 曾言势必送回衡阳 但39年 1950 深圳封锁 国内更全面发生大考 王军 天才 欲归不得 因此便长期留港 成为新意开荒香港之一员了 39年时 师母大人平安抵港 是年冬夏慈欲 令港澳地区全面止度 并解散佛堂 以自立维持后天生活为首要 未来是再呆慈欲 当时各单位领导 唯有尊从不敢稍微 和老前人在港一段艰辛断月 前后投尾共四年 初启事赶肠胃不适 既知饮食不尽 只略饮流至周水 如此日益薛寿 见诗人行 出秘名中医丁祭万求至 其言汤药数祭福后 如烧见效有救 可再来 否则即属为正 准备后事可以 丁医生曾欲满护兵 整正如神 其言如事 直如热锅蚂蚁 不知如何是好 于四十二年 获当局批准 立刻乘船登臣 临别一一 病后众生 抵台后不久到物果大阵 前人治港四年 历受痛苦折磨考验 不退不累 急风险进草 臣不虚也 因病治港期间 台湾道物由孙震阳前人领导 当时道物以红展各地以 和老前人三度回台后 众望所归即网开来 领导下 道物发展更为神速 民国四十四年 分配后学们负责地区道物 即时单位 到民国六十年间 道物以红遍台湾各地 各乡镇市到处佛堂灵力 总数超过万间 到轻数近百万 时先后已有二十几个单位 分择各地的物 民国六十年后 应天时而推展道物于海外 于是开荒亚欧南北美各国 道物应运而生 一时红展于世界各地 以应老前人红万国九州之大院 皆是老前人睿智领导友臣 民国六十二年 受师母老大人慈悲 在台北捕楼联合宝坛 跟他母亲结缘 那时有几位前人也在场 三十年前老前人 在东北牡丹江行道时 也曾与他母亲结过一次缘 当时他母亲只是一位高级亡灵 而现在他母亲受老前人大德至阴 以成就位慧绝菩萨的果位 民国六十二年是台湾北部开坛的高峰 和老前人一声令下 南部很多单位都向北部踏出一大步 一月十五日元宵由屏东单位开坛 六月十五日由岗山单位开坛 八月十五是凤山单位开坛 九月十五是斗六单位开坛 六十五年开始 开荒国外首相新加坡进军 继芝麻、非、泰铢国一街连红道 并东向日本、韩国 先后开荒成功求道者无数 后因道场日益庞大 为便利当地发展起见 仍以孔孟胜道院 知名向各当地政府注册 近年来更远至美、家等国 于洛杉矶成立庄严宏伟之孔孟胜道院 从此新意成为道德复兴之先驱 而新意义之独秀之名 便为其他各单位所公认了 民国六十七年初和老前人与许多前人们前往美、家等地区开道 夏威夷、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加拿大 于七月初到日本东京看到日本的道物真真日上 即受命二位日本典传师 民国六十七年 1978年 老前人率领了十多位前人前往新加坡 本来只有五个单位 到民国六十九年已达到二十个单位 于是开始筹划孔孟胜道院 并在新加坡召开开荒人圆之班会 师尊献身为胜道院画了一幅南极仙翁及仙路图 并赐予孔孟胜道万国变 如教父新大童年的末宝 民国七十二年巡视东南亚道物回台 不幸跌倒伤脑制成半残之身 仍忍受生命之苦 巡视各地的物 当洛杉矶孔孟胜道院 于七十七年春季大典开坛之日 和老前人不辞七年久病之身 以八十三高龄 亲自出席典礼 在美治流二巡于 事后归台 因往复长途劳顿 归后果真病情恶化 于六月初入台中 宗室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虽经中西医全力挽救 中规网校 延至八月初七 九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点五十分 回天角至 享年八十三岁 老母赐封养名胜君 天道 原德帝君 一贯道 和老前人在台期间 道物共分三十亿单位 既有高姓 李化 岗山 凤祥 东明 平东 高二 齐心 南心 辅尘 法南 麻豆 中义 嘉义 新一 妙一 西罗 张中 张道 新德 新竹 竹北 大中 桃兴 北县 北市 北一 北二 北三 姬心 龙心 东心 宜兰 长戎 长河 何老前人开台首位领命后学王前人 可谓品学兼优 得会双全 不幸早逝 何老前人痛之曰 此人归空若老母为封国位 我愿以开台之功德 求老母赐封国位 后闻老母封赐子竹真君殊荣 此前人后学兼情义之声可见一般 以上 我被不难了解 当时张老前人 丘老前人 及其他痛修前人们的心情 这是心意史上最悲壮 最惨烈的一页 心意后记者不可不知 转传分享 2022 既恭活佛辞讯 值得大家省思 徒儿啊 自己的是自己了 别人不 能代替你 你甚凡都了结了 才算完成 使命 反观修办中的 承担使命 是否尽心 今天佛堂要办到 安排你做办事人员 你有没有尽心尽力 将你的职责岗位给做 好 还是偷工减料的做 身为办事人员 的你有没有尽心尽力 扮演好天人的桥 量呢 徒儿啊 今天你既已参与修办到 这行列 旧的对每一件事情都尽心 不 可推卸责任 尽心就对得起天恩师德 尽心才对得起你的九玄七祖 你们的想 想 今天你有没有修办到 直接影响将 来世身是将的问题 不只是你个人的事 还迁徙到你的九玄七祖 如果你不修 不办 自甘堕落 你的九玄七祖会跟你 一同堕落 那你就真的是大大不孝了 所以既要修到 就要光要门楣 把实命 承担起来 让你的九玄七祖以你为荣 办事人员要以服务为本 统修之间要互相切搓精进 要互相提携把着鼓力 帮助同修进步 对自己的心性火候要陪练 要有公正不阿的心 更要以慈悲心怀 替天办事 而且自始至终永不退 白羊大事 不论大大小小 层层都需要 人护持 不论台上的成全宣讲 或是台 下的煮饭清洁 事事都是乐愿 心心都 是感恩 这就是报恩乐愿 懂吗 修心在静 修身要动 养身要多动 多 去度人 你能为道尽心尽力 上天绝部 辜负你 转传分享 2022 第58篇爱的真谛 而 天上最美是星星 世间最贵是真情 2021年5月看到台湾疫情大爆发 美 天确诊人数400多人 每天死亡20几 为 有据名言 疾风之禁草 国乱显真 臣 嘉评出孝子 在整个疫情大爆发时 其 可看出最真实的写照 最可怜就是这一群白衣天使 医护人员 每天穿着好几层不透风防护衣 带着 好几层的防护罩 每天在最危险 高感 染地区的医院服务穿梭跑来跑去 他们 是一群白衣天使 替一群染疫者 甚至 感染重症面临死亡的人服务 马不停蹄 每天从早到晚 穿着笨重不透风的防 护衣 在最前线用他们生命替这群染疫 这服务 整天只吃一餐饭 为何呢 因 暴露在高感染地区 吃饭不小心就会被 感染 白衣天使下班后整个身体湿透了 手都变白了 这么辛苦极高危险的功 做 只要一步小心 他们可能也会被感染 甚至他们生命可能也都会不保 再大 家最怕的地方 他们别无选择 而这群 白衣天使 不是不懂的危险 他们比人 何人都知道危险 我们看到慈禁 心中 起了无限感恩这群天使 他们用他们的 生命守护这群染疫者 这群染疫者在旁 慌 无奈 惊吓 没人敢靠近时 唯有 这群伟大的天使们不离不弃 他们不是 不想离开 因为不能离开 他们不是不 怕感染 而是面对病菌 不可以退却 如 果怕 有谁保护这群被感染的人呢 他 他们不是不怕死 他们死守 台湾医疗照顾 这一群染疫者 他们也有父母 兄弟 先生 太太 儿女 我也在想 他们也 有家人劝他们 离去这份工作 但是他们 依然的死守 生命共同体 天使们守着 天使的本分 不离不弃 看到这里 想到这里 不禁地向这群死 守着天使鞠躬 这群天使他们 正在行 使他们生命的高峰 创造生命的价值者 就是大爱 讲一个公案 印度 德雷沙修女 她 是阿尔巴尼亚人民 来到印度 做修女 来 到印度 加尔各达 城市 卫生条件差 麻风病 艾滋病 传染病 何其多 在 加尔各达 成立创造 垂死之家 当病人 没有医药医 被丢弃成人渣 没有人敢 靠近 德雷沙修女 就把他们带回到 她创立的垂死之家 来 亲自照顾 来医 至这一群 得病被遗弃的人 德雷沙最后 得到世界 诺贝尔将 死后印度总理 风称为 印度的母亲 听说现在风味 菩萨了 请看德雷沙船 就是 疾风 知境草 国乱显真诚 最好的写照 这几天不间断的从国外运来的救命疫苗 来自于日本各国救难医疗用品 有难 相助的精神 使我们感恩敬佩 两千三 百多万人民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不出 门 不感染 大家都平安 团结制 希望疫情早日离去 台湾早日回恢复平 静 天佑台湾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